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窝花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最难的就是 我们8到10个人 就是要平衡起来 刚开始很有点难 然后以后就慢慢习惯了 下午4点 在福州普夏和龙州池码头 伊利亚斯和队友们 做完准备工作后 登上龙州 开始进行适应性训练 伊利亚斯是一名 在浙江留学的哈沙克斯坦人 不久前 他和十几名在中国工作 生活的哈沙克斯坦人 组成了一支龙州队 取名踏浪 此方前来福州参加 2022年首届世界龙州联赛 福州战的比赛 也是这支队伍的首秀 好啊 这边很热闹的嘛 对 我们也是几次来的嘛 然后也有专业队的 也有国际队的 所以我们要可以看一下 体验一下 看他们 从他们可以学一下 以后我们已经和别人 已经加了联系方式嘛 然后以后我们还会 以后要联系的 2022年首届世界龙州联赛 6月1日至3日在福州举行 赛事设置了专业组 奥运龙组 公开组 高校组 比赛项目为200米500米直到竞速 采取预赛决赛的方式进行 记者注意到 本届龙州赛国际放十足 俄罗斯 巴基斯坦 哈萨克斯坦等国际友人组队参赛 代表哈萨克斯坦 对 然后我们是从中国 全国各地不一样的省跟城市过来 因为我们很喜欢 那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有特别是华龙州 我自己我住在福建 在泉州 所以也过来体验一下 特别是连水都对我们来说 是很陌生的 我们是骑马长大的 所以来这个体验一下很有意思 虽然哈萨克斯坦 踏浪国际龙州队组队时间不长 但是队员们克服困难 刻苦训练 在赛场上 他们的表现也十分抢眼 大家第一次上船的时候 船在摇摆 大家都很害怕在那边 特别是女生在尖叫 怕掉下去 最大的难度就是 同一个队伍一起协调合作 这个是最难的 我们已经练了两三天了 成绩的话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重在参与 我们就是来想参与 然后体验一下龙州文化 除了国际队外 首次参赛的 还有由台湾同胞组成的 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龙州队 来自福州阳光学院的台湾教师 黄柏青是这支队伍的领队 他告诉记者 不少台胞是首次接触龙州运动 在随传教练员的指导下 大家逐渐的适应在水中的节奏 希望可以展示出队伍的风采 我们的队员都是这几个月 三月四月五月再开始训练 那也慢慢的从一开始不大会滑 然后越来越好了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参赛 那我们已经买好了救生衣 还有传奖 那我们每年都会持续不断的参赛 为期三天的比赛中 各队竞相挥奖辟浪一决高低 为观众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水上对决 龙州运动发源于中国 并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 是一项深受群众喜爱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此次赛事举办地福州水网密布 内核交错 水系发达 为龙州文化盛行提供了良好自然条件 目前福州全市有各类龙州近望走 每到端午节前后 民间都自发组织进行龙州进度